最终又是中路斯巴老在找到的机会 很不容易 我觉得对于OMG来讲 这场比赛他们依然延续了一贯的自己这种 敢打敢拼 前期非常非常认真的找机会 然后通过前期找的机会 慢慢的把精力优势扩大 然后尝试去终结比赛这种打法 OMG现在打法是很坚决 但是也要注意的就是 OMG经常会陷入有点这种 就是自己运营经验不足 导致可能在前期取得优势之后 中期没法扩大优势 或者说到后面终结比赛的能力 不是很强 因为你要想一下 其实在对方想要 孤注一掷的去守住这个塔的时候 你有没有实力有没有信心 真的依靠一些小细节 去强行的通过一些走位 或者是一些运营 把这个状态给磨掉 对 但是没有 其实当时就是说OMG的处理 就是我觉得我一定是 推不掉这个状态的 是的 我就依靠西洋这个点去来打 那西洋商业盘表现很不错 但是其实我们更想看到的状态 就是属于那种 你靠一些运营 靠一些兵线 靠一些拉扯和视野 能够想办法把这个中路塔 给强行的去拿掉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很多强队 都是有可能去做到这一点的 对 而且OMG 我觉得另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OMG此前 七场比赛赢了一场 就是 Icon抢双 就是那个 决决抢双龙那场 就是OMG往往比赛来到 后期 它终结比赛的能力 其实没有那么强 对 你像赢的那一场 也是靠着这种 个人的非常出色的发挥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OMG的个人能力 确实现在很强 就是我们会看到几个点上 比如说刚刚拿大 摩西特冰文西洋 然后逐渐成长的Icon 包括下路一直很稳定的 马哥和这个小五 但是 怎么能够去把这种 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融合到团队当中 然后去形成自己取胜的风格 我们想看到的就是像这个 世界妹妹莫言闪那样的 非常起云流水的 赢比赛的方法 而不是说就是拿到了 非常大的优势以后 打到后期还需要 依靠这种 就是非常完美的团阵发挥 才能一下比赛 细腻吧 就是需要看到一些 更细腻的东西出来 在一个团队当中 那对于IM来讲 刚才这局输 我觉得肯定是 他们心态还是挺不爽的 因为本身真的距离 翻盘就差一步 只要那一波团不被开 我觉得那一波 OMG找不到机会开的话 IM一路上高 推掉一路 就非常非常有机会翻了 对 而且就是 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能翻盘的话 很长势气 对 而且很低OMG的势气 就是我前期拿那么大的优势 我居然都没有赢比赛 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大家自己摄身处理 就想一想 就应该能明白 教练这个时候 在入场的时候 在这个选手通道里 跟云南大还多说了两句 没关系 不要气馁 刚才把打挺好 这把注意一下 包括AJ 其实几波的机会 找的也不错 但确实 最终还是 没能够翻盘成功 其他一招 对 马哥 斯巴老贼确实在 本赛季的时候 依然向我们展现了 作为一个顶尖AD 非常稳定的一面 他永远是现在 我觉得OMG里面 最不用担心的那一节 定心丸吧 感觉真的是定心丸 就是你什么时候 想到OMG 你会觉得 还有马哥在 没关系 很多时候 你都会这么想 很多时候 就是你一个队伍的定心丸 需要承担 和复制度就会更多 我当时在听到 就是泽源在说 这个辅助 小五一直在用 这个用了五盘 这个杰拉的时候 其实换一个角度在想 是不是因为 就是下路一定要打出 依靠杰拉 然后配合ADC 打出这样的一些 小优势来 OMG才会在比赛中 比较好打 这是他们的一个 战术的定位 所以说 下路真的在 OMG的这个 整个的体系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哥 以及小五的这个下路组合 在我们的 这个2017的春季赛 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对 而且 确实因为 斯瓦老贼 在去年一年 尤其是在夏季赛 在OMG有很多 非常出色的发挥 甚至有几场 惊为天人的单季救助 我们也值得期待 下来的发挥 来看一下第二场 比赛的BP OMG蓝色方 先搬的是 卡兹克跟金刚颖 这个金刚颖蓝色方 先搬掉了 那看一下 IM反手勒弗兰 就回送对方 刚才IM在蓝色方的话 也是搬掉了一个 紫色方B半英雄 对 刚才IM在蓝色方 搬了勒弗兰 对 对 Icon的勒弗兰 一定要搬 雅典娜现在在MT系里面 还是比较偏 这个打 团战输出类型的 这种重弹 还下第三半 瑞兹 瑞兹搬掉 马尔扎 然后 维鲁斯 维鲁斯 这些都是还在外面的 这些都是还在外面的 维鲁斯可能性会大一点感觉 马尔扎 一场维鲁斯吗 此前的比赛当中 斯马老贼是拿了两场维鲁斯 可以拿 如果你拿维鲁斯的话 对面可能就是 树 大树 这个英雄给忘了 大树 就这个英雄 我觉得在两队的优先级力 可能都比较高 尤其对于AJ来讲 本赛季三场树是百分之百胜率嘛 然后OMG的西洋就不说了 这个人可能从很久以前 我们都觉得 这个人的树就特别强 这个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树的代名词了感觉 他就是一颗树的本身 树本人 树的本体 是的 树人 树人 好 这样 IM拿到的是维鲁斯 然后芒僧 刚才世界妹妹拿了一把芒僧 这把奔4也拿到了自己挺招牌的芒僧 看世界妹妹没芒僧拿怎么打吧 这两个小叫 就是非这个英雄不拿 我记得世界妹妹原来在危机的时候 雷克赛玩的也挺多的 其实 但这个版本雷克赛有点小备胎的感觉 我觉得他为了上比赛 应该不会再拿这个雷克赛打太多了 杰拉 这个选取率非常高的杰拉在玩具这个 近吧 对 我也觉得把下路先选下来吧 因为你别第二轮第二轮搬人的时候被把AD搬完了 所以先把劲拿出来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IM这边第三手 跟上盘一样 这时候再拿个女枪 女枪可以拿 辅助已经被绊了一个马 然后上盘一样 上盘就是双方先把打野跟下路组选出来 对 然后上中留一留 女枪 没问题 这样MF锁完的话 想一下 IM在第二阶段搬人会搬什么 现在 对面的打野跟中单还没出 所以说会不会先针对一下打野 把伊丽丝之类的英雄办了 打野是可以搬两个翠神 翠神这个 我让他搬的蜘蛛 蜘蛛女皇搬了 这场比赛拿翠神不好 MG拿翠神不好 也没有必要搬 对 我觉得这样的体系 翠神就基本上是零驾于体系之外了 就这样的体系 你就不用管这个英雄了 这英雄你就觉得 你就默认觉得这英雄已经被搬了 拿出来没什么用 对拿出来没什么用 搬中单吧 我觉得OMG这边要搬中单了 因为A这英雄是太深了 你去搬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OMG这个阵容真打出一个翠神来 就是上单大树 打野是个翠神 然后辅助是个杰拉 森林之有足的 可以 搬到奥利安娜 然后IM这边第五首 看是不是还搬打野 搬得很快 好 新德拉 搬了一下Icon的新德拉 那OMG这边 是不是搬一下蛇女呢 或者把飞机搬了也可以 我觉得飞机蛇女这两个 是可选的 飞机搬了吧 给M拿到飞机 其实也挺强的 蛇女搬了 蛇女 就这两个搬一个嘛 肯定是 抢飞机吧 别吧 我觉得这手没必要啊 这手 我想想你要是抢了飞机 中单被办的已经挺多了 中单被办了五个英雄 五个中单都被办了 但是Icon这个人 英雄池你懂的 拿个狐狸 对吧 也可以啊 狐狸打飞机不好打 狐狸真的打飞机不好打 实话实说 秒不掉 他出个隐魔刀无解了 现在中单留在外面打飞机啊 啊啊啊啊 哇 瑞文 我看到了瑞文 这个英雄在比赛里面 已经一百万年没有见过了 哎不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又 又来了又来了 对这可能又是 选错了吧 这个我不太可能 我觉得真的不太可能 因为我说实话 如果你选瑞文 为什么不选剑机呢 就你要是这么选 你为什么不选剑机 对不对 因为瑞文好玩 比赛观赏性强 瑞文除了人气高 观赏性强之外 好像上比赛还是见机更好吧 啊 我远不远不过去了 确实瑞文这个英雄 就是现在不是很强 线上比较弱的一个英雄 打都不一定 强度都不一定打得过大叔 对对对 我觉得就你愣打 都不一定打得过大叔 你知道怎么吧 就是瑞文这个英雄 就是我们平时打路人的时候 他有可能能够 把对面的上单 按在地上 杀穿 但是打比赛的时候 首先对方 就是打也一定会照顾你 第二 就是符文肯定会很针对 就是这种大符文 精华带护甲 黄色带成长生命值 蓝色全护甲 这种符文 然后红色带个攻速 大叔这种红色带个攻速 你认为打什么 打不了的 血量又多 然后这个护甲 又是让你看不懂 20多的出门护甲 更有胜者 买个大药瓶 大叔买个大药瓶 贼脏 就带这种符文 然后我还买个大药瓶 一级开始给你换血 没事我们换吧 这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跟我们平时打的不一样 因为20多的符文页 对吧 就算你 取完人之后 不能出来换符文 但是它20多的符文页 它只需要考虑 上单需要用的符文 对 所有的情况 都可以囊括在内 完全足够了 你平时打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选两个位置 一个正常位置 一个补位 有可能你还要随着 辅助这样的位置 对对对 所以你需要 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你20多的符文页 你需要 就是把每个位置 需要用到的符文 都能够三个 但是现在打比赛 只需要一个位置 你只要考虑上单就可以了 而且大致的英雄 其实提前是想好的 就是你不可能说 我这局 我临近比赛 我才去决定玩什么 肯定大致这几个英雄 都是想好的 肯定是你的英雄 池里面的英雄 对 但是平时你有可能用一些 不是你英雄池里面的英雄 去练习 那这样问题来了 我觉得对于 刚才这样班人 班了五个中单来讲 第四首 我其实一直觉得 就是刚才第四首 IM可以选上单的 就没有必要说 一定非要抢飞机 可以选上单的 要看IM怎么想了 乘来打大树 拿什么打呢 刘Counter Peak好一点吧 我觉得飞机万金油 对就因为 我是觉得因为对方中单没出 你刘Counter Peak 再想想办法 但是上单这首拿完了比较稳 但是就像咱们俩刚才讨论的 如果飞机在 就是我们就想OMG第五首拿了飞机 对拿什么打 维克托啊 维克托太那个什么了 维克托太太那个 其实我想的是拿黄机打 那现在有黄机出来 对我想的是 雅雅娜可以拿黄机打 这样一说的话 雅雅娜确实是那种 对啊 有能力有时间 有精力去练黄机的选手 对啊 而且雅雅本身 原来黄机玩就不错呀 这才是重点啊 对吧 是的 最近看到好多队都用了黄机了 嗯 维克托我觉得还是偏软了一点 现在 维克托这个英雄好像 除了Kron还比较爱他之外 剩下的人拿的都比较少了 不是 今天的前面那场比赛 就是Snake中单Tank 其实之前用了两场维克托都赢了 都是打飞机赢了 对 然后但是今天他用了两枚飞机就是用维克托的打法 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如果对方拿了这个飞机的话 你可以拿过头打一打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只是一种一种可能性 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去真的会用这个英雄用的很好才可以 是的 好我刚才这个比赛这个必须中断也没有得到信息 我觉得应该是从瑞文 瑞文开始吧 就没选瑞文开始 就从第二个step two 办完人之后开始 好 那后台给到消息是现在正在确认刚才的情况 我们也别着急 今天已经这个既然已经把前面中单都搬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两队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这个中单怎么拿 如果有一方拿飞机另一边怎么应对 就是属于那种突然一下延长了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 我刚才又想到一个IM我就可以拿了 就是什么 就是上单拿一个像船长或者兰博这样打大叔对线比较好打的英雄 对吧 对 因为有维鲁斯他们有维鲁斯 对啊 因为有维鲁斯嘛 就比较好打的英雄 然后如果OMG拿飞机 我觉得雅姐姐可以玩中单卡尔玛 你觉得怎么样 并不是不行了 那这样的话节奏会比较夸 就比较偏AP输出 但他们这样的话 盲森可能会稍微 就是能其他的作用会稍微弱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如果拿蓝波没什么问题 首先比较克制线上上路的这个 树人本身 冰风夕阳 然后他们又选到了一个维鲁斯 我们都知道兰博跟维鲁斯是天生的好朋友 如果说你选择一个维鲁斯看 跟哪个英雄配合比较好的话 应该有兰博在里面 没毛病 好 那刚才得到了后面的这个后方工作人员的消息 最终是做出来了这个决定是从第二阶段的第四个选人开始 就第二阶段的选人开始 就是第二轮的有效班全第二轮的班全是有效的 对啊那你跟我们想的一样嘛对吧 因为是瑞文这手选错了嘛所以或者说时间到了随机的这都没关系 我们可以从也就是说从IM的第四首选人开始进行BP 之前的维持不变 对吧 像这种新版本7.1 然后出现这种像瑞文这样的选人 像以前的话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肯定选错的 但是现在可能会稍微犹豫一下 没有 我刚才看到第一线我就觉得选错了 我还是会稍微犹豫 我连犹豫都没有犹豫 因为我当时特别明显觉得我说你这手要是拿拿这种拿肥豫娜 肥豫娜可以 但是拿到一个瑞文我第一反应就是屠啥 第一反应是屠啥 我觉得肯定是选错了 好 现在是快速的就是在班人跟选人上恢复到之前瑞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恢复到瑞文之前的这个位置 金角的一个选人 还是第二轮 反正好慢 找英雄不好找 现在英雄联盟慢慢出英雄出的越来越多了 一百多位英雄找起来挺麻烦的 对 那还是维持原来的BP 要不然青钢瘾搬什么 蓝色方搬了青钢瘾这一局 然后红色方回首搬的是 维瑞机勒芙兰 对吧 第三个 第三个搬了啥来着 我也在想 一瞬间 我记得最后一手搬的是麻烦的哈 这个我记得 对对对 好 没关系 可能又是在班人的时候记错了 好 没关系啊 刚才是稍微扣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所以说重新进入BP 还是维持到没选瑞文的状态 没变没变 第三手搬的瑞兹我想起来了 第三手搬的瑞兹 等于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目前依然可以确定的是两边的五个班和每边三个的选人是可以确定的 那我们又可以回到关于上单和中单的讨论了 哎 好开心 不是 你知道吗 就是职业选手之所以称之为职业选手就是 就是在 他在这个游戏上花的时间比你多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杀手捷 我觉得这点我不能完全认同你 因为有的人他虽然不是职业选手 但他在这个游戏上花的时间比职业选手还要多 嗯 真的 你有没有看到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哎 有位玩家玩了一万多盘英雄联盟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一万多盘只用过两个英雄 你看过那个新闻吗 嗯 那个人用了六千多盘艾西 然后用了五千多盘盖伦 就这两个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瑞兹艾西盖伦三个新手英雄 就这人打了一万多盘英雄联盟 只用过两个英雄 而且直达匹配 然后就永远就是艾西盖伦艾西盖伦盖伦艾西 就用这两个 嗯 两个英雄其中任何一个英雄的总场数加起来 感觉都比很多玩家英雄联盟加起来的场数都要多了 所以我跟你说不一定说普通玩家的时间 花的比这些选手少 但是 我是说经历啦 就是你去想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 就是我指的经历抛在这个游戏上 你肯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从这个方面的话 直接选手肯定是 永远都是比一般的普通玩家要做的更多 就是你投入的经历成本会高一点 对有效的经历成本 有效的经历成本会高一点 有可能 比如说我或者说很多现在现场收看直播的观众 或者说很多收看网络直播的观众 他可能在工作之余 或者放学之余玩一下 主要是为了放松娱乐 跟朋友沟通感情 那他可能更多是享受游戏这个乐趣 还不想搞得太累 但是职业选手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 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想的提高 跟如何去做有效的训练 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好 就讲的很迷糊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比方 就是你想的更多一点 打个比方就是你做 高飞脑的时候 有些人会来问你 就是这个英雄的符文怎么带 这个英雄天赋怎么带 就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很好去思考 你上网随便一查就查到了 或者是你上这个 英雄联盟我们的lpl.q.com 然后一查就查到了 你可以查到就是这些选手用什么样的符文 去对抗什么样的英雄 这些都是你可以搜得到的 但是他可能一般的 比较偏娱乐的玩家 比较倾向于去问你 然后需要你去做一个回答 这个回答也不一定对 但是他就这样用了 他信任你 但是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个水平做一个选手 达到这个位置上 就是比赛里面最高的话 你需要自己去思考 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才有可能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位置 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对 就是你不能懒 你不可能去问别人 你必须要自己想出自己的东西来 你才有 就是用大脑和不用大脑的区别 对 好来看一下恢复过来的BP 这几手还是维持原样的 MF选掉 然后搬搬掉的全身中单基本上 好 看一下这一手 伊丽丝 然后这边是奥利安娜和蛇女 把中单都搬了 对 奥利安娜和蛇女 然后M这边搬了一个 新的拉 最后搬掉了五个中单 看起来 鸡脚这一手选什么呀 就看一下这手是拿什么 哎 这个到新的拉是有效版 等于这边第五手刚才的蛇女是可以重新搬的 好到第五手之间 刚才导播跟我说到新的拉是有效版 我以为是 只十个搬完 但是是到 第五手等于 刚才那个蛇女是没有被搬的 那等于就是 OMG把自己刚才搬的蛇女变成了肾 然后蛇女是被RM抢掉了 等于是第五手搬之前 而不是第五手搬之后 这两个选手都是会用蛇女的肯定要抢 那OMG这边 男枪 世界妹在第二场比赛里要拿出格雷福斯了吗 如果拿格雷福斯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可能拿飞机了 招牌的狐狸 应该就是狐狸了 这要是拿飞机的话 就是典型的这种三个ADC位置的这样的英雄出现在场上就很难迎接 这应该是男枪第二场登场 最近这个版本的话 男枪改完之后 加上其他大英雄慢慢的变强 就很 就是男枪基本上已经不出来 这应该是第二场登场联赛里 就第一场 张考也是OMG拿的 第一场是那个谁 是那个决绝拿的 然后这是第二场登场应该 都是OMG 都是OMG拿的 就男枪这英雄都是OMG拿的 最后AJ是拿到了炼金去对抗大树 然后小五虽然亮了一首狐狸但是 这个Icon虽然亮了一首狐狸 但是最终还是拿到飞机去打蛇女 就飞机会比狐狸稳很多吧 但是我觉得跟男枪配合起来的话 就现在AD输出很多了 就虽然飞机是双系输出混伤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但是现在整体来说OMG比较偏AD 而且都是普攻输出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隐患 小小的隐患 因为男枪在就是 就是整体的阵型 OMG男枪选出来之后 就反手太少了 反手只有杰拉一个 先手只有大树 就是比较好先手 所以现在有效的控制并不是特别多 简单来说 他们的打法会 在这种选出来之后 比较区区区区单一 他们赢的方式 就是在打野中单以及ADC 装备成型之后 依靠硬伤害去赢一下比赛 就跟OMG平时拿下比赛 胜利的方式差不多 我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比较猛 就这个阵容需要打的稍微猛一点 就是更多的去交战 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伤害打出来 然后取得经济跟人头上的优势之后 拿地图资源 然后结束比赛 嗯嗯 但 他其实在中期能做的一些 这种上的小联动太少了 对 这是他们的弱点 就是我们都看OMG之前的比赛 就是前期 他是很容易拿到一些小优势 或者是大优势的 然后中期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 他们的节奏风格是比较 就是中期的时候会 因为没有办法推到对方的核心的中路塔 中路没有办法控制住 然后会拖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在远古巨龙刷下来 这个35分钟之后 然后依靠一两波比较好的团战 然后决定胜负手 嗯 但这个阵容选出来之后 前期想要取得优势 其实会变相的增加难度 哎 南枪控制没有 但是就是想要依靠南枪跟飞机 这样的联动去取得前期的优势 确实是想一想的话是有点难的 对 就现在这局我觉得 另一点来说 还有一个点就是看看世界妹 能不能延续第一局的好状态吧 对 而且南枪这英雄有点一版本而为之的感觉 有点怪 哎 第一条刷的楼是土龙 好 这场比赛的话出门装 药瓶的大树药瓶的飞机 然后黑暗封印的链金 但是格雷福斯这边买了一个控制守卫 他选择的是一个少买 就是不买负用性药水 买两瓶红买一个控制守卫的这么一个出装 对 格雷福斯如果刷野的话 就是也非常适合刷野 没有必要就是出这个三瓶红 你也用不到 而且复活性药剂 等到它装备成型了以后也用不到 他应该是只能买一瓶红吧 是一瓶红啊 是一瓶红 就他控制守卫加一瓶红嘛 因为150块钱买两个钱 那75块钱一个控制守卫 那肯定是只能买一瓶红 一瓶红也够了我觉得 这毕竟作为南枪来讲就还好 南枪这种刷野啊 帮中单吃这个 哎 不点尴尬 但是 没事吧 少刷一个吧 少刷两个 也没关系 伤害不够 并不是多难进 雷霆南枪 雷霆虾子 雷霆飞机 雷霆杰拉雷霆的 MF 然后 两个明火 巨像的大树 以及嗜血的这个 维鲁斯 对 下路的话 杰拉这边对线 肯定还是要 在前期比较猛一点 就 女枪那边是要等到自己 E跟维鲁斯Q等级起来 飞机这边 二级 直接是开翼打一套 又把对方身上 套上了这个腐败药血的道子 雷霆南的话 稍微耗灵血 他应该也觉得无所谓 蛇女兵血还是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的 然后 打出一个风暴击手 直接拉开 这一盘我觉得AJ要逆天啊 我觉得这个AJ是很难处理的一个点 首先西洋肯定是 所以大叔打这个链金不好打 这我们都知道 然后没有什么控制 雅典娜交闪线 虚弱给到 还可能闪线过来很果断收掉这个人头 雅典娜是过来做那个暗上眼的 他正好做那个暗上眼 被世界妹碰到了 而且刚好这个中野 外面这中野两个雷霆 伤害很高 所以说他早大概两秒做那个眼 我觉得他都有机会走 他早两秒正好看到南枪过来他就走了 但是 但是没有如果 没有但是就是刚刚好就死了 而且飞机是有虚弱的 被Q会塔了 问题不大 反正就是优势 被他打两下应该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连着打两下有点问题的 现在连着打两下这个 反正死不了 叠伤是很高的 你看他这个复活性妖技突门 然后刚刚用第一个 前级完全对线完全无压力 优势太大了 这是英雄的优势 线上打的话 不出什么毛病 就是一定会压到大叔的 双方的打野都开始在上路野区 然后把这边我看有盲森 开始排对方的眼位 这个是世界面出门购置的控制守卫 被马森排掉了 这艾肯这个第一次回家出了一个红宝石 还是真的稳啊 他就想 就这么早拿了一球的话 下路打出治疗数给闪现 下午已经很残了 就这等级起来之后嘛 这个消耗确实杰拉现在还是挺怕女枪的 现在就是要疯狂的拼 感觉打野快来了 因为闪现都已经交了 治疗数也没了 再强行打一下小五的话 小五有点吃不消 世界面已经往下走了 这波应该是先刷个石头 还是回到刚才中路出装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么早拿一球 其实可以考虑出一个萃取的 你觉得呢 别别别 这个别 我觉得中单飞机去补个萃取 实在是有点拖 这个经济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不补这个 蓝 不补红宝石 其实可以补常见的 就这个经济 补常见补演吗 或者你补一个 魔法斗部 其实还没有红宝石收益高 魔法斗部肯定没有红宝石收益高 或者出个蓝宝石 但是蓝宝石也不补了 如果不补萃取的话 肯定就是红宝石最好的 萃取没必要 萃取太贪了 而且这件装备现在 甚至连AD出的都比较少了 就除非 AD要对拼嘛 肯定不可能出了 除非是你AD怎么 你陷入劣势 然后这个劣势已经让你觉得 你没法再对拼了 那既然这样你出个萃取 慢慢发现 我最近看的是 什么 上单的AD凯南 出萃取出门 对对对 是有这个 包括那个 当时忽宁 还有究极摊 船长 他补个萃取 我是觉得 如果能够补到100刀 对呀那是啊 那是出这个东西 没什么毛病 对自己的对线 有绝对的自信 在单人线 你补萃取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再补计这个东西 是加攻击力的 它可以 就是你是AD英雄 前期压人会厉害一点 这边打野 视野排好了 奔赴跟肉的 在一个视野的盲区 AJ交鬼步了 应该是看到了 南枪的位置吧 是啊 他也没蓝大招 可能刚才 对 没有蓝开大 必须开鬼谱 这波开鬼谱 四起南枪 这别 我觉得没什么办法 VG球稳 VG球稳 还是踢回去了 这确实是有点稳 大树的状态很好 这波不踢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因为他刚才蓝够大招了 如果大树敢进来 他背一下大树绕塔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不是 他开大招 应该就没有蓝飞了 他刚才开个大招 我觉得背还好吧 总而言之 刚才这波TP是最稳的选择了 当然 就台下TP是最稳的 额梅丁 这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稳的步行 对 换了个别人 根本就不可能忍得住 就是早早开大招 先把这个血给回一下 然后你来月塔好吗 我等你 绕塔 对 先去把这个南枪的Q进去绕的 肯定是那么响的 而且绕塔还可以夺普攻 你别忘了 是的 蓝枪的普攻这种 擎王绕住而走 有完美的操作可以玩死 但也有可能直接 人家就是 一个一技能 一到一个比较好位置 就把你杀雷霆 就打蓝枪最好 就站在那个塔跟墙壁之间 然后他要是从下面过来 你就在那挡着 他往上面绕 你就往他反方向走 这边 飞机前期压了 杨莲娜压了多刀了 二十刀 这边再拿个蓝buff 前期外面记得 中午发育得非常非常好 世界美美这个等级 是比盲村稍微低一点的 他这边是后面 还补了多蓝箭的 啊 伤害确实 就比较注重对线吧 他这个 大悟平出门吧 后面还补了多蓝箭 倒六之后 拿完蓝 还刚这边打的是压制性十足 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于OMG来说 怎么能够保证 自己这套阵容 在中期有足够的机会 跟对方交手 因为这套阵容到中期 其实爆发呀 包括团战都很强 靠几个ADC的远程器呢 大招去打 这个阵容不就是 我们在开赛的时候 或者说2016赛季开赛的时候 提到过的3AD嘛 是 开始不是提了 就每个队都会选择这样的阵容 然后那时候还有个梗 就是我看到每一场这种3AD之后 全都输了 这阵容不就是 就是有更变态的 LCS1U那边 我记得是 UNICAL OF LOVE 4AD 贼变态 上单奎音 打野男 将中单飞机下路配个啥 下路路歐歇 什么时候4AD 然后这种阵容就是 前20分钟你会觉得这阵容 哇怎么这么强 到哪儿什么打架 都巨猛之源 然后发现20分钟过后 对面 弱的不行 对 自己弱的不行 以下就被打崩盘了 20分钟过后 抓一个死一个 这部有超级导弹猫 BENVOL有6级 还是想要去压人 没踢到 眼睛是把猫子给插出来 就算踢到了应该也没什么办法 有超级导弹猫在身上 这个技能带打断效果 好 下路苏华老在这边 消耗的比较惨了 马哥这边看看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大招开局啊 他还有两平红 问题不大 这时候都到6级 有6级的大招 走出来以后就被看到了 直接开大招 完美羡慕 第一枪没打到 第二枪也没打到 消闪现夺第三枪 第四枪打到 闪现意义有点偏大招 哎呦 这波的话 没有太好的控制打到 今天空的有点多 对 感觉上杰拉如果闪现早一点 给个虚弱可能会好 就我也 哎 哎 这个位置吸回来 手机一个大招接上 哎 正好回了一下头 我觉得正好是回了一下头吧 可能是比赛夫没看到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他被虚子踢过去 你那个头是朝蛇女那方向的 啊 就踢过去那一下头 肯定是朝蛇女那个方向的 然后被打倒 他虽然回头 但是前面的判定 已经判定出来了嘛 这下爱康这个W用的感觉好像是 鼠标没一号还是怎么 方向 这下往 奇怪 瞎子身上W有点 冲动了吧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没必要啊这波 应该是一个失误 好下轮盘打起来 哎 定住四八老贼伤害 还可以 闪现过去 哇 2v2还是打出了优势 远程兵远程兵 炮车 好猛 好猛 看一下这一波 爆爆果A过来 爱康这波 其实可以W往自己野蛆走的呀 这波W进来 摸眼调角度 他应该是想要去单杀这边奔风吧 他觉得自己有闪现 有W 应该 应该是被稳稳的死 他 大概是8级 这个盲村是7级 盲村还没什么装备 很脆 对 但这波蛇女大招定到 怎么想都有点玄幻啊 明显是屁股对着他的 难道现在连屁股都不能对着美毒沙了吗 随便 就是没有定到 剪刀素一定是死的 反正怎么都是死了 对 感觉肯定是 有一点点回头动作 然后被判定到了吧 或者有可能就是 刚才我们 偶尔会出现 就是那个 OB的时候会稍有一些 延迟嘛 或者说有一些卡顿 然后你 没显示出来 就跟刚才那个螳螂看起来 好像被爆炸果实 壁咚了一样 是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大了 再不行的话 就是雅典娜的蛇女有 不一样的技能 那不行 那这个太不行了 开个玩笑 手还是大到了 但这一下送的其实挺伤的 就这种中单的发育型的英雄 他的优势建立起来是比较慢的 你要靠这种优势 这每个刀都补得很小心 这很怕蛇女这种R闪上来 假如要是冲动一点训练 真的有可能R闪 对 我觉得组长会干出这种事情 但亚兰娜应该不太会去干这种事情 亚兰娜还是比较稳的 亚兰娜还是比较稳的 这时候打火 下路刚才是 虽然那波Gunk没有Gunk到 但是却打出了对方所有的R20技能 以至于在后面的2v2当中 依然是有OMG主要拿下双杀 上路这个AZ已经基本上不管夕阳了 过来反这个蓝 但是对方也在路上 这个蓝肯定反掉了 肯定反掉了 反映就在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这个炼金的战斗力很强 华彩打到 而且开大的这个角度很好 两个 杀掉一个辅助 花点死了 又是一个1换2 很赚 就这个华彩真的是打到了 那基本上就等于是完全结束 而且小五这杰拉拿了那么多把 确实强 对线打的确实强 这杰拉加进 我觉得这个组合就很恶心啊 这对面很难打 等级高了以后太难打了 腹地给到 再Q到 回身打 打出个雷霆跳走 这样的话Icon不亏 那这个远天兵补不了了 两边现在进入中单这个斗智动勇阶段 诶 强行拿医学塔 拿掉 蹲缩过来 哦 直接大招踢走了 不让拿 但还是阻止不太了啊 感觉 定到 而且Bunfo这边不小心要被杀的 医学塔的经济 给马哥单吃 这样的话这个马哥真的是肥了 两个人头两个助攻 再加上一个医学塔 成为了场上现在最肥的一个 这也是靠着 这场比赛也是靠着马哥的 对线能力吧真的是 OMG在前期这个口子强行拉开了 嗯 又是OMG前期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优势啊 嗯 我也是预料之中 就是他们这个阵子 选择20分钟之前确实猛 对 啊 赫士元背负地 只能回头 往前面就要赌 你自己是不是有信心 能够躲掉 大招了 没躲掉就死 不行 这个我觉得不能回头 诶 定到了 南枪过来 Q闪 接一下大招 死了 没闪现的一个辅助 又是这样死掉了 是的 我还以为世界面要玩那套帅气连招 R1是吧 但是好像换子弹的时候才行 就ARE 必须要先A一枪 必须要先A一枪才可以 要先A出来 然后再R1才可以 刚才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是Q闪的 嗯 大招留着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下路是频频开花呀 确实小五的这个杰拉 很强 而且再进这种时候 再去下路的话 就比较有优势 虽然ADC里面应该是最有优势的 嗯 因为留人距离长啊 吉拉在前面随便得个种子摸一下 我就可以来一个华台 抽个奖 抽到了就死了 哎 土龙 世界妹妹收掉 看来不来得及 这边奔波再赶过来 但是感觉应该没了 好的 南枪拿掉这一条土龙 第二条火龙 啊 这一下导弹炸的是真的疼 这波有超级导弹包 怎么说 这波打起来 超级导弹上去 马哥开大招 这两个人有如困手之斗 哇 马哥最后一枪 等你 等你 哎 没打到 没打到 猜错边了 马哥 其实有视野看到那个爆炸果实的 对 但马哥想的肯定就是 等你A那一瞬间 你落地 我 对吧 人到子弹 预判一个爆炸果实的位置 然后再直接一发子弹打死 就很帅 不过马哥这个大招 确实每次都能 最后还等一下 这个思路没错 对 就是等一下会稳一点 这个中路塔 三个AD在这个位置点得很快 大招 大招 射一下马哥 大招的血量是满的 问题不大 直接开个幽默走了 后面有TP 炼金正义轎过来 这波炼金被减速到了 他也只能撤了 正义轎炸开之后 也没有减速到别人 还是扛 这个时候他没有护甲 扛不住这三个AD伤害 他现在身上 就应该是一个裸的正义荣耀 对 而且西洋这个时候在拆塔 交TP过来 小五这边一键穿过来 没有穿死 没死没死 西洋落地 这中塔一定要跑 对 这样的话西洋在中路 会呆一段时间 然后让自己的队友 中单跟辅助去回程 稍微补一下状态 是的 就是说尽量留更多的人 在中路守 奔赴在侧面 这个时候如果要跳过去的话 就是拼 就是搏命了 不敢踢过去 应该不敢 主要是他还有西洋 有大树 对啊有大树 你这波强行踢过去 感觉很伤 爆住就死 来 承接掉 这边F6全部都保住了 F6就是我的世界 闪现捆 闪现捆 捆到肉的 这个大树 哇 而且后面这两枪流到了奔凤 奔凤是交了一个金钟罩到队友身上 走掉 是的 西洋这波也是趁着女将在排演的时间 突然发弹 闪现捆住 那这样可以反推中路一塔了 女枪死了 我说实话 其实减少了很大一部分推塔的压力 推塔 一塔推掉以后 还要继续压 这个时候就是能拿到多少 优势能拿到多少 就是现在OMG想的就是 打架 直接大招打AOE伤害 是为了逼退对方 确实3AD的阵容在前20分钟太猛了 就是给一点压力 就是一个大招逼退你 你走 往后走两步的话 我可以多点两下塔就可以了 也没想到真的把这个二塔给推掉 就是这时候想到等会 反正这个大招留着也是留着 现在放了断了 上楼这边 确实大处打这个链金没什么办法 但是也不至于太差 但这个夕阳现在发育的 其实真的蛮好的 对啊 175刀 比链金还多20刀 他一个绿甲在身上 基本就不太虚了 现在 Icon这边单吃一个蓝buff 我觉得有一盘Icon玩飞机 是被辛德拉有一次 本来优势很大 然后被辛德拉秒就导致他们被翻盘 那这一盘的话 没有英雄可以秒他 这应该是个 就是这一盘的Icon 应该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而且小蚁魔刀 早已经准备就绪 比较稳健 马上三项都要做出来了 他先做了两项 然后再补了一个蚁魔刀 他把法穿鞋上还在三项 其实很早的时候这个 就是禁食还有耀光就已经在身上了 对 还是挺偏稳的嘛 而且现在因为格雷夫斯伤害高啊 南枪上 哎呦又来了狙击 第二枪中 第三枪没中 啊 马上这个 他是堵自己四发子弹全中 然后接个致命华彩嘛 我觉得他是为了留下大招 那这个蓝最终还是被蛇女拿到了 还不错 IM这波 OK 但是没有很强硬的留人技能 是的 反正是夕阳在上路慢慢的 要把这个上打磨掉了 没了没了 来不及了 这完美军这也没有TP在身上 两个上单TP是一个时间点的 差不多 就格的 就是 时间差并不是很长 基本上在下一条小龙的时间都会好 都是存的很好 上路塔推掉 线变得更长 现在AJ 开始补护甲了 这个时候就板甲这些东西跟上 对 要不然这3AD扛不住啊 这3AD太猛了 现在南枪那边是做血手了 这是最近 一个挺猛的 挺流行 然后也挺稳的出装吧 就是在这个打一刀中转血手 而且3AD的阵容 血手的出场率特别高 其实就是让你这个AD英雄也带领肉的属性 这个版本就是 隔墙一刀了给大招 哇伤害很足 过来世界妹妹这边 有5被连到了 一个W大招 闪现Q Q闪 对他想留大招 这个大招留着了 奔赴被拘到第三枪 拘死了 拘死了 是明火烫死了 没太注意 我觉得是拘死了 因为我刚才看那个情况 好像血钱还挺多的 我觉得刚才测波 连OB都觉得 虾子已经跑了 应该是走出去了 对 这边过来 但是进场之后 大龙的血量很低 没有打野 稳稳的拿掉 是的 而且大树这边还好 是被神奇大招定了一下 这边打残 还想继续追 这边还要追 飞机在侧面打一下 这还挺扛的 不追了不追了 这时候队伍的做法 就是先回神补装备 然后依靠高龙buff 再慢慢代线 打现在OMG 已经拿到了很大的优势了 9000啊 哇 这局真的是让OMG 有点打疯了 就是把自己的这种 在前期去跟你打的风格 展现的淋漓尽致 马哥这个进 这一盘真的是 发挥的太完美了 刚才那下 让我感觉有点像 就他 他刚才那一下是 OB都觉得 这下子应该跑了吧 我也觉得走了 从这脚上肯定走了 对就没给镜头 然后马哥结果手起枪落 最后一发子弹出唐 把他带走了 我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怎么死了 我看那个拳量很像狙死的 反正当时肯定有一个判断 就是那一发子弹肯定打不到了 就是 除非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奔副我觉得 他自己没有走出 那个大招的范围 因为我刚才感觉 那是个极限距离吧 感觉 就在石头人那个地方 感觉能聚到石头人的地方 是极限距离 可能奔副在躲 因为 你是看不到 这个近的大招有多少距离的 OB是可以看得到 上帝是要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看得到吧 你那边有个圈 看得到看得到 就总而言之 这波 居死奔剖 才能拿到大龙 二塔 又来了 又打得很快 这个就是 开大压你的 防守位置 然后压到后面之后 二塔直接拿到 飞机带着超级大猫在侧面 滑踩 超级大猫这边 直接封中间的路口 中路应该是也要被推掉 是的 维鲁斯阿章放得不错 蔓延到了杰拉 但是没什么用啊 给了个救赎 都基本上满了 只有世界妹妹 掉了一点血量 这时候再点水晶 水晶也没了 这把OMG 是拿掉中路水晶之后 可以选择扬扬长而去 踢到了 不敢上 肯定不敢上 敢上了又是一个西洋 敢上又是一个捆是吧 对 又是一个西洋 嗯 连接这边出传作门了 准备出传作门了 准备出传作门了 冰线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现在 这样3AD在20分钟左右 最顺的时间段 又拿到了大龙buff 这打也没打到 杰拉这边琢磨了一下 没放大 放大应该也死不了 对 放大应该死不了 哇 现在这波很危险啊 马哥现在这个身上开着 叶正方式 背过来一个西洋 杰拉反球大招放得很不错 AJ这边血线已经很低了 而且司法老子马上有大招 现在这波 西洋血不是很多 这时候杰连拉有大招 有阿闪 要不要尝试一下 你看一下 不好开啊不好开 这血不是很多 如果再5个人往塔下走的话 这边杰连拉应该会上的 滑彩定到奔赴 哎 Q到一下 这一下小五血量已经很少了 感觉要回城了吧 那司法老子这边马上有大招啊 西洋来了 西洋已经逼回家了 然后TB过来了 Q出一击闪现 华彩明星到开局 一枪 两枪 燕连京再挡三枪 四枪 燕连京挡住了两枪 还不错 西洋的TP被杰连拉封住了 直接开大招 捆到AJ这时候没大招 被盲敦踢走 好 OMG要撤了 这波再打就强懂之魔了 OMG要撤了 高地塔肯定是推不了的 这波不撤白不撤了 而且中路的兵线 已经进去拆掉了一座双子塔 其中一座非常不错 OMG这局现在 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是 那司法老子回家无尽 直接磨出来了 完全不需要攻速 反正也是打一个远程的这种射手 狙击手 把狙击手的能力发挥到零零静止 一般狙击手都是比较安静的 你跟马哥这个形象比较符合 狙击手都是那种感觉不苟言笑 然后盯着一个东西能盯好久 不逼逼嘛 一般这种电视剧里面 对决的时候总是要说很多废话 但是狙击手从来都不说话的 哎 这波时间没过来 AJ交急跑 但是被二段弹回来的Q打到滑踩定到了 这波马哥闪现了 伤害最终被终极毛带轰脸收到人头 这样都死掉了 这个已经全身卸出在跑 但是司法老子交闪现堵了伤害 AJ这局也没办法 他刚才不出来 没有任何人能出来带这个线 只有他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带线 哎 这也是没办法 这时候 金鸟打超级兵都很吃力 所以只能派水女去打 是的 还好现在维鲁斯的伤害稍微高了一点 所以说 可以Poke一下 对在Poke上还能稍微的坚持一下 哦救赎来了 救赎 全部南满 定到 小变秒了 EDC变秒了 又是这样 二塔也被顺势的带掉 小五现在状态很差 但是没关系 感觉 这一波AD是不在 应该是要强上 哇 OMG的3AD 竟然真的打出来了 最理想中的效果 你觉得这种3AD 很难打出的效果来 应该非常非常难打出的效果 真的打出了最理想的效果 嗯 船船们放在了下路的高地塔边上 好 呃 冰被清完了 应该要撤 冰箱也复活 但现在经济差距已经拉开到1万4了 飞机跟近这两个点的装备真的是好到 好到爆炸 然后再加上 南枪那时候走的一个比较偏肉的一个装备的路线 他本身又是挺肉的 对 南枪那边走的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路线嘛 这个装 这个比较稳的装备算是 对 在这边又补一把暴风大剑 再来拿个红 2180 打野怪的分子暴击 我刚刚看了他打蓝MUF是要1480多 2180的 越来越厉害了 我MUF是有一个AD打得越来越快的一个属性的 所以伤害会高一点 对 这数字看起来帅 但是打人应该没那么夸张 他现在这个伤害已经扛不住了 真的 他现在这个伤害对面已经扛不住了 尤其是你像Bunfo这种 身上你仔细看没有一个加护甲的东西 真的 你仔细看看这局现在所有人身上 有护甲的是链金那个传送门里 有一个720架护甲 剩下所有人身上好像连护甲都没有 说的是魔抗 对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结拉还很高 你看一枪 两发死 哎 躲掉了 第四枪 好疼啊 665 还有明火的伤害 明火可以打100多血 有个金钟罩过来了 没事 这烫到烫不死 但是龙可能又没了 怎么办呢 只能看盲村抢 但是草村里面有个飞机 这种大树没过来 打龙倒是有点伤 过不来啊 过不来啊 对面也过不来啊 这边捆到 你别说这不可能要死 马哥这个滑彩又定到了 陈叶 拿掉这个大树 14比2 是的 经济已经来到了15000 这场打下来 感觉四八老队 手感越来越顺 现在这个致命滑彩 快被放成指向型技能了 还好 红是被维鲁斯Q收掉了 没什么用啊 这时候红buff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维鲁斯现在只能QQQ 也A不到人 就熟 吃到 中路过来 想破一下这个水晶 然后上路大树带着大龙buff 把超级兵带进来 蓝枪的血量不是很多 大树也过来 中路这个水晶感觉没什么办法 只能放 哇 这个水晶血量掉的太快了 这银子现在不敢上 还有一下 还有一下 谁过来点 飞机 蓝点掉了 大导弹砸到了鸡脚 这样掉了一半血大概 很伤心 完全吃不住 很难受现在 所以我说红buff现在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回血 对 但是你说要是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但是要是RM再拖个10分钟 我觉得就有机会了 就如果能够再拖10分钟 就把3AD这个最强 现在是3AD最强势的时间 尤其又因为装备优势太大 现在3AD是在这种箭头时期可以说 但我觉得拖不了10分钟 对啊 我就说可能性比较低嘛 没有办法拖过10分钟 你要拖过10分钟 一定是能打赢团战 这团战是肯定开的 就至少把冰封信仰杀两次了 但是 麻烦他春哥了 而且这波大树 树人本身有春哥就怎么打 对 这个传送门 新鲜的传送门也被拆掉了 很尴尬 摆了位置太靠前了 没办法 他现在必须得尽可能的把冰线往外带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盘就是滚血球滚得如此厉害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肉的前景死太如此了 如果一个辅助死太如此 就导致了整体没有事业 对 而且下路的优势真的一直在打出来 下路连续两拨2v2的胜利 导致了下路一发不可收拾 就怕崩就怕下路这种崩 崩完了以后你辅助没办法做事业 闪现没有的话一被抓就死了 怎么办呢 就只能让队友处在一个 就是完全漆黑的一个环境之中 是的 马哥这边甚至可以在高地上直接开举了 我这一发打不了 打了很多血 来 救赎 橘蛇女 第四枪 好 敦4站在前面挡 但是下路高地塔应该已经要掉了 飞机又一发 直接把身体打开 这滑踩没有定身 但是愣打 在金鸟身上已经掉了很多血 两下 两下基本上快死了 这伤害太恐怖了 好 下路高地也被拿掉 飞机打不就上去 打出来一个闪现 持人虚弱 而且里面只有一座防御塔了 是的 要直接强行开了 闪现或许南枪打一套伤害 其他大招都弹起来了 AJ 闪现或许南枪打一套伤害 蛇女一撕血 但捆住了 炼金 炼金应该是要走了 马哥的滑踩 被挡住了一下 不过应该是可以 强行退掉基地的3AD 没了 蛇女出来一个大招 最终还是OMG推掉了基地 我们恭喜OMG 2比0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 同样也是他们在这个赛季 LPL春季赛的首胜 是的 非常精彩的两场比赛吧 我觉得 巴布林拿下之后 由此 就是A组的所有的战队 都是可以说是 都赢过也都输过 对 而且 这也导致A组的积分情况 更加混乱了 复杂 M现在是变成了两胜两负 对 平了 但我们就变成一胜三负 当然这种混乱的情况是 我们作为观众或者作为解说 是比较乐于 比较喜欢看到的 对吧 我们这个看出来的 目前事儿大 对 就愿意看到这种更加焦灼的分区 更加焦灼的比赛形式 才能够让我们的比赛更加有竞争性 更加的精彩 两局比赛 一局是冰封西洋 胜的出色发挥 出色发挥 然后一局是 SMA老金 SMA老金 SMA老金在线上频频打出了这个优势 而且是率先推掉下路的医学塔 然后依靠自己的精准的这个知名滑彩 频频留人 对本场比赛的话 这个RM仅取得了三个人头 最终在经济大幅落后的情况下 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表上 从五分钟左右开始 雪球一直滚到三十分钟 这个经济曲线 从五分钟开始一再领先 领先到三十分钟 越滚越快 对 滚得越来越快 这个就很恐怖了 这也是3AD的强大之处吧 虽然之前我们讲3AD这个阵容 打到后面确实胜率偏低 但是3AD一旦拿到优势 滚远球太快了 所以现在外面记得两个打野 一个拒绝一个order6 但是世界妹妹这一场 在对抗IM的时候表现得很不错 连续两场比赛都拿到了打野位置上的优势 对 世界妹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 伤害面上第一高的是中单的飞机icon 然后是马哥的一万九 在IM方面 维鲁斯依然是打了一万六的伤害 这个世界妹妹确实今天登场以后 就像我说的像斗牛一样 虽然是在笼子里面限制了一段时间 但是当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它依然是充满这种战斗的欲望 充满这种对胜利的渴望 最终是两场比赛发挥的都很出色 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MVP的部分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帮给马哥的 肯定是给马哥的 我觉得没毛病 马哥这场比赛真的 除了把下路打出巨大优势之外 团战当中的几次关键的大招 无论是逼退对方滑走人 还是说几次关键的致命滑踩去定人 都很重要 而且没死过最重要的是 对 他也没有死过 是的 我其实对于MVP 我觉得给马哥 我更想看采访马哥 我特别想看 是吗 对 我特别想看采访马哥 这个好久没听马哥说话了 总而是 对 因为听的本来就很少 对 就因为听的太少了 所以有的时候再想听几下 已经很久没有听了 对 也不知道马哥最近这个 画变多了没有 我觉得没有 因为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就是在比赛胜利之后 OMG其他人其实都挺开心的 但是马哥那个表情一样就是 还是一个狙击手的表情 所以马哥那个表情就冷漠 不多跟你多说 是的 我已经看到了 采访的是另一位 大家也很喜欢的选手 那我们先来看下 MVP吧 搬给的是沙拉老贼 607的数据 87%的参传率很高 然后26.4%的伤害占比 应该是近的话挺高的 对 确实这场比赛 OMG的下路组合 发挥的都很出色 这已经是小五第六场 在本赛季拿到捷拉了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我觉得面对OMG的队伍 要注意一下捷拉这个点了 我觉得小五他其实拿的这个辅助 都是我们意义中比较传统的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辅助位置上的 两个强势的英雄就是马尔扎哈加上捷拉 他就用这两个英雄 他就是跟我们理解的就是 所有的赛区里面 最强势的两个英雄是一样的 对 可能就没有说去拿他之前上个版本 就是刚刚打职业的时候成名的 锤石和老牛这两个 当时他这两个是成名的比较早的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小五这个年轻选手 进步的也比较快 然后对版本的理解也比较的快 你的英雄还是要跟着版本走的 对 可以说是队伍型的 就是团队型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选手 对尤其又是有这么强而有力的一个AD选手 跟你搭档打下楼 那这场比赛我们发现 两个人收获得非常好教育 尤其在加上第一场的马尔扎哈 中路那一波配合上这个西洋 嘲讽着艾希之后 他闪现定住发条 也为OMG带来了胜利 那我们再次恭喜OMG拿到这场BO3的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赛后的采访环节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余霜 现在非常有幸邀请到的是OMG的上单西洋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西洋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OMG上单西洋 其实可以看到刚刚西洋上来的时候 是满面笑容 现在心情如何 因为好不容易赢了一盘 挺开心的 所以说现在心情还是蛮好的 那其实看到第一局的时候呢 你是选择了用圣来兑现上单三幻神之一的泰坦 你觉得圣在兑现泰坦的时候 他的优势在哪里呢 打到中期了 对面3AP 我出魔看了 对面打不动我 然后有优先推现的那个权力 然后可以一直飞 对 其实也是看到第一局的时候 你的各种支援啊 以及拳途的一个配合的能力 是展现了淋漓尽致 那你是怎么样 在一边兑现牵制对方上单的时候 然后还抓着非常好的时机 无论是在中下两路 都打开了一个局面呢 一般玩圣的话 我会一直看小地图的 就无限切 比如说我队友说要打起来 我就无限切到那边 然后马上给大了 所以说在打圣的时候 还是需要看小地图 来掌握一下全图的一个这样的动态 那也可以看到第一局 在后期的时候呢 你们也是经常 在后期的那一部开团的时候 在对方有龙buff的身手 身上的时候呢 你还是绕后切到了 对方的一个发条 当时是谁做的这样决定呢 因为那个时候 沃德六已经在后面了 然后我觉得我很顺 然后我就给他套了个大 然后他就进去踢住了 然后我炒粉住了 把他们那个给杀了 所以说上野联动 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第二局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 一个380的阵容 因为像这样的阵容 可能并不是那么好打出优势来 没有啊 我们3AD带有一些pok了 然后有一个前排 打人其实还蛮痛的 所以说这样的阵容 你们觉得 对于你们队伍来说 还是蛮好的 因为大叔死不了嘛 然后无限可以输出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嘛 我也是非常好奇 夕阳你元宵节会吃什么呢 元宵还是汤圆 吃元宵好了 吃元宵是吗 那你们现在 元宵节有什么样的 庆祝活动吗 好像没有吧 好像没有哦 可能会回去加餐了 因为今天获得了胜利哦 好了非常感谢西洋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 IG和老干爹 带来的精彩对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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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